用數字看台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台灣 這禮拜我們要來看看在奧運的整個競技場上 那麼台灣在這個禮拜最大的亮點是 李楊跟黃麒麟拿到雙打的這個羽毛球的雙打的金牌 我想一個選手能夠在兩屆奧運拿到同樣拿到金牌 我相信這是台灣難以想像的歷史記錄 這個也是台灣大家感覺到非常雀躍的一個未來的新的里程碑 我們在現場也看到這個年輕的小女生 在現場去拿台灣加油的旗子 就被中國的現場的人員把他搶走了 這個也是在台灣的國際競技場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在李楊跟黃麒麟拿到金牌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圖其實是在微信上 經過中國的小粉紅變造的 他說2024奧運男子雙人以球賽 另外中國選手力壓台灣奪下奧運銀牌 台灣選手以銀牌私之交臂 然後悔恨交加倒地痛哭 這個大家可以想到這個資訊跟現實完全相反 但這也是中國在兩岸關係當中 大家可能要去面對 我們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也備受壓縮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一個年輕的小女生在國際場上 他聲勢力竭來為台灣加油 我相信這個也給國人帶來非常震撼的效果 也就是那一天李楊跟黃麒麟在比賽的場合當中 雖然很多所有的旗子連白子都被收走了 但是你可以想見到喊台灣的聲音不絕一耳 這個是比浪還高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在競技場上 大家對台灣的心能夠完全淋漓進駐展現 給大家一個非常大的啟發 在林洋佩之後我也看到101大樓 那麼立刻他打出了一個衛國爭光 在林洋佩得冠軍之後 這個是張學順董事長 在這些年當中不包括過年過節 或是國家有重大的日子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101的大樓上面的燈光 他就會打出非常多的注目 我相信這個是震撼人心非常重要的節奏 今天也特別邀請到張學順董事長來到我們現場 在林安佩拿到冠軍之後 我們看到101在今年同樣 他也交出一張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那麼在去年101大樓大概稅後盡利二十二億 他的營收五十六點七 連增百分之二十六 我相信這是在經過很多人的努力當中 101打造出一個國際的等級 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張董事長用各種力量在幫101來不斷地在行銷 除了觀景大樓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101每一年都舉辦垂直馬拉松 企業大家共同參 共襄盛舉 你可以看到這個場面其實非常熱烈 每一年在在辦理101大樓的這個活動當中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人報名 那我是在101大樓的比賽當中 我大概只錯失過一屆 所以我這一次特別邀請到張董事長來 也就是101大樓 總共大概辦了十六屆 我大概只有一年出國 我我只缺席一年 所以每一年我都是常客 我大概是所有爬101當中 現在可能累積次數是最高的一個 所以這個對101來講 我跟101也有很深厚的情感 所以我想這是在今天當中 我特別從看見台灣的角度 來看看101的變化 還有今天也特別邀請到 重量聯航的主席 趙正義他常年在台灣 也在台灣的商辦 他幾乎是較負等級 來看看在台灣經濟發展的路上 其實商辦在未來的發展 其實他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角色當中 如果台灣的經濟很慘淡的時候 商辦的租金不斷的往下走 但是在經濟往上走的路上 商辦他一定會很快的反映 這個租金行情的價格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過去的這個香港IFC國金中心 一坪的租金大概換算台幣兩萬多 台灣那個時候大概兩千多 所以我相信到現在 一定出現非常巨大的變化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101跟台灣的商辦 帶給台灣加值的力量 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探索 好在我們討論主題之前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一個禮拜應該是全世界金融市場 非常精彩的一週 這一週當中台灣單入曾經在林洋配拿到金牌的第二天 8月5號台股下跌1807點 那個是史上最大的跌點 而且他的跌幅是非常重的 是這個跌的百分之8.35 那大家可以想見大部分的公司包括台積電都跌平板 日本的日經指數跌了4451點 跌幅12.4% 南韓下跌8.77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在經過一年來的大漲之後 他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回檔 這個巨大回檔 我們把這個現象今天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我常講這個老人以狗效應 是德國的投機家叫做科斯托拉尼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他說老人牽著小狗去遛狗 小狗會不停地在老人的周邊跑來跑去 他說小狗跑4000 老人走1000 最後小狗一定會回到主人身邊 好我用一個這個我一再跟大家講 所以在七月一開始 我就跟大家講老人以狗的效應 考驗的時刻到了 也就是在在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在八月七號 你看到這個美商超微的股價 一天當中他下跌百分之二十點一四 這個跌幅是非常慘烈的 他一天跌掉一百二十四點二四 這個下跌大家可以想到 我用一張圖給大家看 這張圖給我告訴大家 這個美商超微從一年前的七十塊一毛一 漲到一千兩百二十九 這個大漲的過程 他漲到一千兩百二十九的時候 他的連線在三百八十五 這個時候乖離過大 他會產生巨大的修正 這一修正之後 現在跌到連線下面 連線在五百九十八 但是現在股價掉到四百多 這個就告訴大家 小狗他會不斷地跑 而股價飆漲 他會拉離連線很遠 但是最後通常都會跌回到連線附近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除了美商超微的股價的修正之外 這個是會成半導體 今年全世界漲最多的指數 會成半導體 他漲到五千九百三十一點八三 那後面他這一次跌到四千兩百九十點二五 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經又是跌回連線 這個連線的修正也告訴大家 不管你跑多遠 最後通常來講 你都會面臨連線的考驗 對台股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台股這一波漲到兩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這張圖非常重要 我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按照連線的往上走 第一台股在今年 你看到剛才會成半導體上漲百分之三點五 但是台股今年還有百分之十點六的漲幅 換句話說 日本股市已經變成一個下跌八點五的市場 但是台股的表現仍然永冠三軍 現在的漲幅還是世界第一 而台股現在距離連線 還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想台股在全世界的表現相對是強勁的 所以在股價下跌的時候 郭祝輝部長在講說要注意景氣循環的問題 第二天他立刻改口 交易所的總經理 他已經高升OTC的董事長 現在他也講有因應措施 他這個因應措施有很多舊式的動作 但是我想台灣基本面非常好 所以我說大可不必有什麼太大的動作 那在股價下跌之後 張錫特別告訴大家 他說台股台股有三大優勢 這當中在第一個台積電現在的競爭力 永冠三軍 所以還是保有很大的領先 第二個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日本的這個所牽動的跌勢當中 日本的銀行現在已經發現 在經濟不穩定的時候 不要隨便改變貨幣政策 那這個看起來現在有一些煞車 他認為台股的三大優勢 其實都存在 所以他認為紅低是買進的機會 那這個大家可以想見 我把這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修正是非常巨大的 從費城半導體到台股 那納斯達克 然後日本的日經指數 那這個都大概包括南韓 其實這一次都有很大的一個跌幅修正 這當中這張表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台積電的從193.47掉到133.57 大概跌了30.96% 那艾斯蒙這個都是大概都全部都下跌超過30%以上 Avacore跌了30.6%他算比較輕了 但是這一次帶領漲勢核心的 AVIDIA最慘掉到他從140.76%跌到90.69% 大概跌了35.57% AMD是跌到34.92% 這個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個巨大的下跌 那這個下跌之後那這次美商超微跌幅超過60%以上 更是慘重 我們可以看到台股這一次十大全出股當中 從台積電到鴻海到聯花科廣達台達電到日月光 其實這個修正也非常積累 所以告訴大家老人以狗的效應 其實到這個地方 不管你看到華城四季鋼四季風電 所有今年大漲的其實都面臨很大的修正 這個禮拜到未來這一兩週當中 大家特別注意的半年爆出來了 半年爆出來 剛才老人以狗效應是修正技術面的管理 巴奧特在講說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那沒有穿褲子 如果股價大漲你的業績沒有跟上來 同樣會對股價會產生非常大的拉回的壓力 所以像這次人型機器很多公司都虧損 但是股價已經飆翻天了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IP 大家看到這個四星KY從四千五百六十五 跌回到一千八百九十五 都告訴你這個業績本一筆太高 業績跟不上 股價有很大的修正壓力 包括利能的銀豹紅德 都是大漲之後所出現的調整 AI伺服器其實這一次已經告訴大家了 從美商超微的巨大調整 它所牽連出來的偽創 偽影 技嘉 光寶 英越達 包括散熱到機殼 其實都出現很大的修正 好 我們現在把一個在這個回合當中的 幾個重要的成因 第一個 亞太的小型股災 日本跟台股 包括南韓都大跌 但是這次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 南韓 台灣 大跌 香港跟中國小跌 它幾乎沒有什麼波動 這告訴大家 在過去三十年當中很多的資金 會到香港 在中國 這一次大肆上都跑了 跑了以後 他們市場相對緩和平靜 這個激烈的市場現在出現在日本 所以你看到日經指數 從四萬兩千四百二十六 這一次一股做氣殺到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六點 這個是非常慘烈的 所以這個波動非常巨大 美國的科技七雄在經過這一次 其實它最少掉了八千億美元 你單單看NVIDIA大概跌了一兆以上 所以台股 我們也出現史上最大跌幅 跌了一千八百零七點 這個是在這麼多年當中 累積的最大的一個跌幅 好 這個跌幅裡面 我們先來看到幾個原因 第一個 科技七雄的下跌 最大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是美國的聯準會 預告九月可能會降息 先前我告訴大家 美國不降息 股價會漲 但是一旦去觸發降息的機制的時候 大家馬上會聯想美國經濟衰退 或是美國有很大的經濟調整的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降息變成利空 所以當巴爾出來講話的時候 對股價造成巨大的壓力 你可以看到美國公佈七月份的就業的 飛龍就業人數 它出現的數字跟市場一起相距很遠 所以也造成市場上的恐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大致上是有比較大的一個下跌的修正 所以市場疫情會降息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飛龍就業所意外的低迷 它觸發了一個薩姆法則 薩姆法則是在把這個美國的現在的這個就業人數連續統計三個月 那這個創下新低的時候 他有一個指標認為市場經濟會衰退 所以那個薩姆法則牽動股價的回檔 那馬斯克在批評他說如果聯準會不降息 那是愚蠢之己 其實他告訴馬斯克完全相反 也就是降息其實是對市場可能是一個利空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還有幾個變化的因素 第一個巴菲特賣掉手上一半的蘋果的股票 所以也造成大家對市場上認為巴菲特看壞了 所以蘋果也遭受比較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這個哈馬斯的領袖 在參加伊朗總統就職典禮的時候 被飛彈炸死 那炸死以後也觸發中東情勢緊張 這些因素全部撞擊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道瓊從四萬一千四百二十七 掉到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七年 有很大的跌幅 那斯達克一樣都是連續幾天 像災難般的一個下跌 這個下跌其實告訴大家 股價累積大的漲幅之後 它的修正一樣會非常的激烈 這個也告訴大家 市場上的恐慌指數原來大概都在十二左右 這一次最高來到六十五點七三 這個是大家可以想像的 這個是突然大家市場上極度的恐慌 這個恐慌我們要從日本談起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是這一次政央的核心 在相當長的時間其實美國是默許日本長期維持一個比較低的利率 在日元的會價大概就在一百五到一百六中間 但是日本的銀行日銀的總裁謊話說日本可能要結束日本現在零利 把利率拉升到零點二五左右 日本的公債殖利率馬上飆到一點零五 那一點零五這個美國的十年債 剛好降到三點八三點七 所以美國跟日本的利差相對極度縮小 這個縮小之後造成carry trade 這個套利的交易開始有激烈的變動 這個摩根斯蘭利在講 他說日元套利平倉 大概警報還沒有解除還有一半沒有平倉 這個後面要非常注意的 當日本改變貨幣政策的時候 日元升到一百四十一點七 這個是這一次全球股災非常重要的關鍵 大家可以看到日元這一次是一百六十一點九五 突然之間升到一百四十一點七 這個情況是嚴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元在走是這個樣子 他從一百六十一點九五一直下殺 最低是盤中一四一點六八 這個下跌之後其實他是在這一次全球股市回檔重要的成因 你看到日經指數下跌四千四百五十一點 這個是不得了的一個下跌 所以日本的在這次的跌幅史上最高的跌幅一千四千多點就不見了 那入股下跌之後日本銀行發現情況不妙 他現在改口他說在全球的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 日本不會升息這個是給日本稍微緩和一下 那日元重新貶回到一百四十五左右 那所以我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這幾年前世界的資金的盛況跟日本長期維持 低利率全世界日元在全球投資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日本把利率拉高的時候 那個錢跑出來也造成股市非常巨大的回檔 短短幾天日本大概就跌回到把2024年整年漲幅全部都吃光了 這是在這個回合當中大家所看到你看到這個羅伯托清奇 他一輩子只寫的那一本富爸爸窮爸爸 然後他所有的每次都看錯 但是每次都出來講講的都講錯 所以我想給大家留下一些印象 那美國的民主黨副總統Tim Walsh大概出來了 所以現在賀錦麗跟Tim Walsh的合作 那現在對上的川普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一場美國總統大選馬上大概剩下九十天左右 我相信也會對全球帶來巨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把這個在最精采的國際的簡報 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我們要請張學順董事長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董事長好 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我們學順董事長 好 這個趙正義主席你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想重量內行 前主席 前主席 也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是是 謝市長 張董事長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你在外資圈對這個商辦非常內行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從商辦的角度 請你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好 這個我們先進到廣告回來之後 請我們張董來跟大家談談101在這幾年的蛻變 我相信大家都看見101 看見101等於看見台灣 所以101的行銷在這幾年給大家目一心 我們要先等一下進廣告之後 請張董事長來跟大家談談 你如何領導101 帶領101 得到在這間年當中 不管獲利或101在各種行銷活動上 都創造非常大的亮點 等一下稍微來我們請張董事長來跟大家說明 好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想你在全世界你只要看到101大樓 馬上你會想到台灣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個看見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字眼也告訴大家 101點亮了台灣也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能夠在這些年當中不斷的來點亮101大樓 是張學勝董事長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一個 這一次從林陽佩拿金牌 能夠很快的101點燈 從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你在這些年當中 其實對101大樓的行銷是不遺一利 而且非常靈活 很多人對你讚嘆有加 我特別要請教你 在這些年當中如何帶領101創造亮點 謝謝謝總 金河董事長的褒獎 我想很多人說 台北101就是台灣的另外一張名片 所以我們這幾年把台北101打造成為代表台灣當代文明的地標 那在這個打造的過程中 我們用了非常多人文藝術時尚創意 甚至是台灣的植物 你知道台灣是一個很多充滿綠藝花卉植物豐沛 這是絕類最豐沛的一個國度 所以我們從B1地下一樓到台北的101樓 都有浪漫的療癒的花園 所以花園那個85樓是吧 我們的觀景台現在已經變成秘境花園的觀景台了 加上我們認為台北伊尼不只是有高度的美學 我們要打造溫度 打造內容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精神地標 在特殊有意義的時刻 台北伊尼就會出現點燈打字 比方說這次奧運林洋佩奪金牌 創造二連霸的世界紀錄 台灣隊跟中國隊的比賽 我們打勝全國人民都歡欣鼓舞 為他們喝彩的時候 台北伊尼像這個時候就會出現點燈打字 比方說很多當時日本 美國在疫情的時候 贈送疫苗 那如何表現台灣人的感謝 台北伊尼就會出現點燈打字 代表台灣民間的聲音 像裴洛西議長到台灣來 他是大概10點11點在松山機場落地 那時候如何代表台灣人民歡迎裴洛西議長 台北伊尼就點燈打字 那這個就讓國際看見台灣 我想這是對台灣最好的行銷 也是台灣的另外一張名片 好 我想這個大概你可以想像得到 還有每一年的這個春節 這個再放煙火 101其實這個是大家每一年 大概都要感受的那個盛世 這個你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台北伊尼現在不只只有煙火 我們打造了一個節慶 台灣當代人如何過年這件事 而且是過兩個年 所以我們打造雙跨年季 叫做新年經驗101 從聖誕節到跨年煙火 然後到農曆新年到元宵節 所以這個四個節我們把它連成為雙跨年季 那這個在國際間造成轟動 所以本來在信義區 台北伊尼這個角落 冬天都是很冷的 但是現在變成非常熱鬧 我們這幾年全場域的打造 包括大樓 包括商場 包括觀景台 都用人文 藝術 時尚 創意 台灣的植物 綠植 有一個療癒經濟 浪漫經濟 那我們在2023年創造1200萬人入港 到台北伊尼以來入館的紀錄 那有129萬人到台北101的觀景台 那也創造歷史上最好的業績 我想這個 商場的經營 這個我想比較特別 就是說你如果看商場 一年現在營收200億以上 大家以前逛賣場到百貨公司 現在到101逛商場 也是變成台北市民的流行時尚 這個變化有多大 我們對商場進行了非常大的改造 我們變成當代美術館 跟浪漫花園的一個結合 那有一個台北的旅客 他就說我常常來台北伊尼 現在提倡散步要走1萬步 他從一樓散步到我們的四樓中庭 喝咖啡正好5000步 然後喝完咖啡跟朋友聊天 再散步走一圈回去 正好1萬步 我想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形容 那我們的四樓喝咖啡 它有一個非常浪漫療癒的花園 跟像當代精品美術館的環境 這幾年我們打造了非常多 這樣浪漫療癒的環境 所以這叫做療癒浪漫 驚嘻的經濟學 我想這裡在101這幾年發揮得很好 所以我們創造2023年1200萬人到台北伊尼 來入館的體驗 這是非常好的體驗經濟 這裡面你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參加101大樓 我所有運動裡面其實我常跟很多人講 這個是爬出來以後那種感覺會快死了 他從一樓開始往上爬到91樓 其實到50樓的時候大概已經 這個你已經發現了有厭世感 後面想想還有一半 你在上去的時候 其實全身都濕透 但是完成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震撼有快感 所以我一直保留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每一年 我都覺得要報101的時候 心裡都很掙扎 但是還是去了 去了又爬完以後心中也很快樂 所以這個垂池馬拉松 也是101大樓很重要的賣點 這個請垂順董事長跟大家說明一下 臺北伊尼共辦了17屆的垂池馬拉松 那我要跑16次 謝金河社長董事長參加了16屆 是最高紀錄的保持者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請謝社長 用資深選手的代表來支持 他體驗非常深 有一次我們去行政院開台灣的觀光會議 這個張景深深委員提到說 101其實可以辦一個就是慢火跑的 不要跑這麼快的登頂垂子馬拉松 可以行銷全世界 就平常來他不一定要坐電梯上去 他可以用慢跑慢走的上去 那我們想規劃一個類似這樣的觀光體驗行程式 我想是非常驚嘆世界難度最高的一個垂直馬拉松 就在台北里 這是人生難忘挑戰自我巔峰的最好的極限的一個體驗 我這麼多年其實我一直維持25分 但是我後來發現隨著年齡增長 我現在2627我慢慢往後退 我如果到70歲的時候 我如果能在30分以內我就很滿意了 所以我想101創造很多的台灣的奇蹟 那我們也希望說 當總之繼續加油 我們現在進段廣告之後回來 請趙主席來跟大家談談 我有一個特別要請教你 我們從這個地方談起 通常商辦的租金的行情 都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的 這個興衰的指標 香港最好的時候 你看IFC大樓 那個租金是非常下手 如果那個時候按照 你按照現在這個行情價碼來講 他一坪大概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 我們到現在他101大概四千多 那他到三萬多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很可怕的 紐約的這個中程的 這個大概一萬九千多 倫敦的精華地大概一坪 大概一萬八千多 所以對照之下 我想台北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我想我們現在A半 大概能夠到六千已經非常好 所以這種A半大樓的行情的起伏 起起落落 我相信趙主席是 在市場中打滾多年 你非常清楚這裡面的變化 等一下我們要從這裡面談起 好不好 稍微回來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這個商辦的行情大概就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的融庫的指標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在過去的三十年 臺灣住宅的價格 一向比商辦都要高 而且同一條馬路 如果你蓋住宅跟蓋商務辦公大樓 我相信那個行情很可能差十萬以上 其實這個跟整個大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這個跟整個大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到08年09年那個時候又碰到金融風暴 所以商辦的市場其實它是很直接的反映每一個地區 它的一個經濟的狀況 那臺灣因為就剛剛那個社長也提到 在那一段時間剛好也有很多企業就是往中國過去發展 所以早期臺灣你看像花旗銀行最早就進入臺灣 那臺灣的外商其實早期是比像那個中國大陸還要多 但是因為整個大陸的市場崛起 所以有一部分它就把 人跟錢都撿走了 人跟錢往那邊過去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這幾年 尤其像今年以來 像黃董事長黃仁錡董事長帶動的這樣的一個AI的風潮 那其實臺灣的產業經濟是非常的強勁的 我們是很看好的 尤其是半導體 我們也看到未來有至少會有黃金的五年到十年 那它不只是帶動整個台北的發展 包括台中 桃園 新竹 甚至台南 高雄 我前幾天參加一些論壇 這個南方的城市也會跟著會帶動起來 那臺北像今年 我雖然離開中央聯航 我們中央聯航的統計的數據 今年的上半年的這個交易量 大概就達到一萬七千多平 比去年全年還要高 那去年基本上就是從去年SARS 那個疫情之後 COVID之後 大概在二三月之後就完全解除了 所以外商它慢慢就返回辦公室 那所以我們在看就是說台北的房價 你看漲了不曉得多少倍了 我實在大概有 從西元兩千年到現在 現在在講的漲南部了 高雄台南 高雄台南 那就是光台北的房價 你看現在一瓶很多都要超過到兩百萬以上 那這幾年 但是你看商辦的出金 西元兩千年就已經差不多三千了 現在才 我們有另外一張表就是說 剛剛講到這個四千的部分 我們講A級辦公大樓 就是整棟是比較好的經營管理 能夠有單層有比較好的 大概至少要三百五十坪以上 那頂半來講的話 它又是一個更頂級的一個產品 頂級A半 對 它又是一個地標性的大樓 那它的租金就不是只有三千多了 所以剛剛張總市長提到 它可以到四千多 甚至到五千多 但是你如果看這個 剛剛這個這樣的一個趨勢來講 我剛剛提到 像遠氣大樓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經租到四千多了 所以這個其實相對來講 它不會有任何泡沫的問題 而且還會繼續往上成長的一個空間 那像這些頂級辦公大樓的租金 那基本上它會比一般的 我們講A半已經是算 就整棟統一經營的大樓 是比較好的大樓 它還有溢價大概逐年再增加的這個溢價 今年大概甚至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這個也是跟企業 尤其在這個疫情之後 很多的企業基本上它對於辦公的選擇 它會越來越重視它的一個 剛剛提到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綠能的一個需求 以及它的健康的環境 還有地標的需求 剛剛張董事長提到101就是台灣的名片 我們自己在101的 我們也算是最早進到101的 隨著經濟的成長 那很多的外商進來 而且101它真的就是一個地標的名片 像我們坐計程車 你只要說到101大樓 你不用講地址 我們到這邊來錄影 還需要講地址 所以這個就地標性的效應 那剛剛社長提到像IFC也是一樣 你知道IFC 而且IFC它本身它還有捷運的一個聯通 那我們看到捷運這塊我也是覺得是未來商辦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大家知道香港IFC它就在香港站的正上方 而且它又是一個地標性的大樓 跟我們101一樣 那其實101是在200應該算2006年才 2005年才正式完工 但是你看向山縣其實在2013年同車 那包括整個市場 因為現在的市場需求 很多就是它是希望能夠有比較高品質的大樓 那像這個IFC來講 它不但是地標之外 它還有一個捷運 那101現在也是向山縣 就101站這個市府站 這個地方 它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需求 現在幾乎外商在選辦公室 基本上都需要有綠建築 那有一些 那當然我們看到台北的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這些大樓 它的屋齡在20年到25年以上 甚至有一部分都到30年以上 當然不是說舊的大樓就一定不好 但是它因為當時蓋的標準 而且尤其像花蓮地震之後 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安全 跟這個健康以及綠建築 節能減碳的一個需求 所以在這樣的有一個綠建築的一個標章的大樓 很多就是它產生很大的一個換屋的需求 那像早期我們在朱101那個時候 台北的大樓都還算新 那但是你看一下子20多年過去了 將近20年了 所以但是過去這幾年也沒有新的辦公大樓出來 所以前兩年辦公大樓的空置率大概都只剩下2% 對 那今年好不容易 台灣最慘的時候空置率大概到多少 空置率有到10幾個% 對 現在不到2% 去年初的時候大概才 但是因為這兩年又有台北大巨蛋的辦公大樓完工 那還有黃翔 台北車站前面的黃翔 那還有A25也 下一次我看這個雙子性大樓 也會出來 也會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台灣的地標你怎麼把它蓋得更漂亮 我相信這是一個 所以他這一次許坤泰在雙子性大樓 我看那個設計感他慢慢有了 所以這是一個 要特別請教趙主席就是說 你去看到頂級A半如果在台灣 讓你排前三名 除了101怎麼有個排法 頂級A半 剛剛我回答主席的問題 就是現在空置率大概7.4 但是還是還算健康的 頂級A半 頂級的A半當然就是台北101 南山廣場 還有一個 我這樣講有點會得罪人 其實這個頂半都算不錯 國泰智地也是很不錯的 國泰智地就是A3那一棟 那現在A25剛出來 富邦的這一棟 基本上也都算 這邊有好幾棟 也有富邦美術館上面的 對 那個都是當地的地標 而且他們也都有綠建築的一個標章 所以台灣基本上 在整個的一個經濟成長的帶動之下 其實現在的大樓也都越蓋越好 那101是不斷地求新求變 我覺得這一塊是 是真的很特別 那台北雙星是 也是我們協助 那個台北市政府招商成功 那許崑泰董事長他非常的用心 這一棟大樓有四個標準 他也是跟101一樣 他也有LEED 也有WELL WELL是指這個大樓有一個健康的標準 還有他是鑽石級的綠建築 跟鑽石級的智慧建築 所以等一下進入廣告之後 請張董來跟大家談談101的房客 從過去的低房租的租金 到現在慢慢水漲船高 未來發展的展望 來跟大家說 再進一步說明 稍微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台灣跟香港 其實是兩個很明顯的對比 我記得 我剛剛特別用IFC的國金中心 我記得有一年 台灣很慘的時候101的租金 大概只有國金中心十分之一 那我總感覺台灣應該不至於那麼差 那現在我相信慢慢我們往上追 國金的大概他的租金是在往下的 那這幾年很多香港有錢人 大概都搬走 那我想台商回流所造成的新的氣候 還有一個 你這一次剛剛趙正義在講說 AI的浪潮當中 現在國際的那些大企業 包括SUMO 包括NVIDIA 那他們其實都陸續在台灣加碼 也包括像Google在101大樓 他也是黃客 那大家都不約合同去尋找一個最好的辦公的促手 還有一個外商對租金的相對來看 台灣相對是便宜的 所以我想隨著台灣經濟的好轉 101大樓的招租率一定會不斷的水漲船高 聽說現在接近97% 張董事長把這幾年在101大樓的你的在一種商辦的出租的狀況 也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想這幾年因為台灣的經濟很好 即使在疫情期間因為我們疫情治理的很好 所以在疫情期間我們的出租率也有92%左右 那最近大概到96.5%到97%了幾乎滿足了 而且他新進來的即使是低樓層也都要4000起跳了 好的話就5000多接近6000都有了 我想這代表台灣的經濟真的是很好 像這種國際級的他特別喜歡台北伊犁這樣的頂級商辦 他有這個威爾的認證 也有綠的白金的認證 兩個都是白金的雙認證 他有綠電供應 那比方說這是我們的88樓的踢廳 那個進去很壯觀 這非常壯觀 旁邊就是辛波咖啡 可以一覽無遺的看到台北漂亮的景色 他對面也有看到一個正好跟他平行高度的綠色的山脈 所以像這樣在88樓有這樣的踢廳 也是全世界最新的觀念 88樓看入落入出 對 像他的我們的頂級商辦 他這個會議室 有頂級的會議室 這也是我們全世界最頂級的會議室在台北伊犁 這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這幾年對於空間的打造的維護 它不像是一個有年紀的大樓 它像一個非常新的大樓 這就是維護得到白金級認證的綠建築跟健康建築 非常重要的指標 包括他水的品質跟空氣的品質 在101都有最高級別的要求 未來經營101我相信也是大家矚目的焦點 我們看在這些年當中 我對冒險的黃智王董事長肯定有加 你可以看到他用各種方法在行銷外貿協會 冒險因為他包括Computex 他把台灣推到全世界 我相信101未來角色也很重要 如何把101在全球競爭當中 把台灣推到世界級的頂級的水準 我相信是大家未來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等於在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的商辦的發展 從四大指標包括多元化 利售永續科技化捷運化 剛剛趙正義在講 你看到松山的全球人壽 他整棟樓所以我有一次 要到那邊附近吃飯 我發現我第一次坐基礦 大概坐了三十幾分鐘 後來我發現坐捷運五分鐘就到了 我發現這個力道很強 現在我發現要來101 坐捷運可能比較快 所以捷運的功能這個是非常彰顯的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趙主席來跟他談談 整個全球商辦發展的未來的大趨勢 這個是大家可以好好來思考一下 你的企業的未來到底應該怎麼樣的一個走向 稍微來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我想我們在這一期的單元讓世界看見台灣 也創達台灣的新價值 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台灣資金回流 包括經濟的向上發展 我相信商辦的投資的力道逐漸在增強 而全球的商業地產的發展 現在呈現了四大趨勢 一個多元化 一個利售永續 大家經常在講的ESG 另外科技化 包括捷運化 剛剛趙主席在講捷運的重要性 我想從商辦的角度 你特別來跟他講未來的趨勢好不好 剛剛提到捷運化 是商辦的趨勢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TOD TOD就是說在車站旁邊 能夠創造出政府利用公有土地 用更大的一個容積 我們知道像高雄捷運 早期為什麼沒有人坐 因為人沒有住在車站旁邊 像香港剛剛講 IFC跟這幾個 它的容積率可以到1500 對 我們現在台北的駐商 駐山才225的容積 所以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不是一個國際級的大城市 但是它也 我們覺得城市發展 也不應該是都市的蔓延 而是應該在捷運站周邊 你利用政府的都市計畫 把它把容積拉高 讓人能夠住在捷運站附近 對 那當他坐了捷運之後 他就不會開車了 對 就剛剛社長提到 就五分鐘就到了 對 像我到基隆 其實坐個20分鐘 坐到火車站或到桃園 我到桃園也是助餐委員 坐到桃園車站坐台鐵 其實比我開車還快 對 因為開車到林口那邊 整個都塞車 所以這個是 我是覺得未來台灣 我們在看 就是包括高鐵台鐵 還有各個城市 我們很欣慰的就是 各個城市現在也都在推動 包括台中 高雄 以及台南 基本上都在推動 整個的這樣的一個捷運路 甚至基隆的 對 河谷狼帶 我們在看到 所以捷運化跟TOD 這個會是台灣未來一個 重要主流 很重要的主流 而且在我們台灣 希望能夠做永續發展 對 很重要 而且我還看到的一個就是說 藉由這樣的一個TOD 你甚至可以來推動居住正義 對 因為你捷運 都市計畫增加了容積 對 它土地等於是不要錢 對 那你如果能夠讓建商能夠 開發商能夠來參與 那政府拿到一部分的社宅 然後這些這些年輕人 他就可以住在這個捷運附近 所以社宅大家不要認為說 社宅好像就是很低落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其實現在很多是因為他現在還年輕 還買不起 所以他住在社宅 但是可以讓這整個城市跟整個開發 他更多元 你現在已經退休了 可以幫政府去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了 我們是希望能夠整個城市能夠發展 跟大家一樣 大家繼續加油 我們張董好像還有要補充 你最後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將來講到很多頂級商辦也好 或者商場 最重要的是以人為本為設計 包括它的環境 包括它的交通 包括它的社區 大樓社區的本身 怎麼樣舒適生活的品質 精緻生活的品質 這種以人為本為出發的概念去設計 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好 非常感謝兩位 我想今天從101讓台灣 世界看見台灣開始 我們在商辦的發展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亮點 跟未來重要的發展趨勢 今天謝謝張董事長 謝謝趙正義 趙主席 感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 請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 請大家